今天這個大概是我們的行為倫理學裡面討論的第三個部分 那這張當中很有趣的地方是也順便把我們這堂課當中的一個授課的概念大概講出來 那這裡面當中其實很想讓各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來自於說是 我記得以前很多人問我一件事情 你要怎麼教倫理 然後呢我就看著好就想 啊不就跟他講講倫理準則 講講倫理的行為之類的東西 他們就其實聽不大懂我在說什麼 然後我還記得上次 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上次不是我們那個影片出的問題嗎 我在問說那我們要不要直接線上抓 後來我記得有位同學跟我說 他覺得這是一件乖乖的事情 因為這好像是倫理課 倫理課我們應該要循規道具一點 Anyway 這個東西反映出來的事情是說 我們大概對於倫理這種東西的一個印象 我們會覺得倫理是一種循規道具的人 那我也每次在問我一件事情是說 那如果倫理是要教別人什麼叫做正確的事情的話 我憑什麼來教這個事情 我一直覺得說世界上只有上面那個人 可能有機會可以跟 可能有資格可以跟各位講說 什麼叫對什麼叫錯 如果上面真的有一位人 在那邊可以對我們支持點點的話 所以我蠻幸福這個作者告訴我們 的approach事情是來自於說是 他覺得這種討論倫理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過度的把我們的焦點著重在於說去辯證 什麼叫做最正確的一種 倫理的一種判斷的標準 而是來自於去處理一件事情是來自於說 我們的人是在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決定什麼叫對什麼叫錯 以及說我們這些判斷的準則 會受到哪一類因素的一些影響 他會覺得說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那所以這篇文章當中他開始在討論的東西是來自於說是 他對行為倫理學下了一個定義 他下了定義是來自於說是 行為倫理學呢 他是一門學科 這個學科當中他比較有興趣的是去了解一下說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去下我們的倫理決策 並且判斷一下說 我們怎麼樣去評估別人下的倫理決策到底對跟不對 然後透過像這樣子的分區產生一些比較有系統性 並且可以幫助我們去預測一個人怎麼樣子來做 去下他的倫理行為和倫理決策的一個學科 那這樣子的學科來講的時候 他的處理方式跟過往的一些我們對傳統的方式不大一樣 請跳到下一頁 在傳統的方式之下的時候 我們比較在意的是來自於說是 它是一種規範性的 我們在過的事情是說我要告訴別人說 就像這樣做才對或者才錯 例如像是說好 國家民族的利益要大於一切 所以為了維持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下的時候 那麼我們應該要實現掉個人的一些個人的利益 像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然後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的辯證當中常是處於這個地方的事情是說 去討論哪一種作為倫理判斷的準則來講會比較好 然後呢所以在一開始當中我們成功的談到了一些東西 例如像是消融原則 絕對倫理原則等等 像這樣的一些做法 那以前倫理學來講的時候 多半而言我們所在乎的是來自於說 我們用一種描述性的方式來討論一下 一個人是怎麼樣子來去下倫理決策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試圖的盡量不要去批判說 這些事情到底是對跟不對 我們在乎的是來自於怎麼下那個決策 而不是在那個決策本身到底是不是有一個絕對上的是跟非 下一頁 那所以在傳統的一些方法之下的時候 我們的觀念來講是在於說是 我們想找出來什麼叫做一種最好的一些行為的方式 那這裡面來講有兩個很有趣的名詞 第一種叫做ethelitarian這個東西 第二個叫做the ontological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那ethelitarian這個概念呢 他所指的事情是說我們只要注重結果就好 結果是我們所關心的 所以在功利主義之下的時候 我們所在乎的是來自於說 這個決定做下去之後 對於這個社會會不會下達到最大的一個利益 不管這個手段到底是不是好的 在這個部分來講 他就會暫時再被忽略掉 而在the ontological這樣的概念之下的時候 他的重點反而是在所謂的一個動機的部分 你的動機之下的時候 到底我們是應該以動機是好的話 則不管後面的行為結果是什麼 我們該以我們的動機這個角度來做 我們行為的一個出發 那哪一種對哪一種錯 這個問題來講 這是屬於哲學家的意義 那我想念氣管的人應該都 因為之所以也會念氣管 應該是因為看不懂哲學 所以只好來念氣管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哲學家的這個東西先拿開 好 退到下一頁 那在行為論語學的概念之下的時候 我們所在乎的是來自於說是 一 我們自己怎麼下決定的 二 我們怎麼樣的看待別人 別人下來決定 這是我們在關心的議題 跳到下一頁 所以在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這張表格裡面 他就把在行為論語學當中 我們所關心的各式各樣的一些名詞 還有概念當中 給稍微的簡單給列下來了 那這個部分我想讓各位自己來 有空的話自己做參照就好 因為後面還有附上一些可能參考的一些書目 再下一頁 好 那一般來講的時候 我們先看第一個事情 我們到底一般的人 我們是怎麼樣子來下倫理決策的呢 好 接下來倫理決策 如果我們要下倫理決策的時候 一般而言的狀況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每個人碰到了一個 倫理上面的一個兩難 注意到這個重點喔 這個倫理兩難是我們 是我們自己覺得有察覺到 就是這個倫理兩難的時候 我們才會進入到 這種所謂的一個倫理決策判斷的部分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們對倫理兩難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的判斷 我們的判斷跟選擇的標準當中 第一個事情是說 可能受到我們個人的一些倫理發展 倫理發展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之前上課有曾經提到過說 我們從一開始最早的事來自於 完全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對跟錯 逐漸在發展成是一種來自於說是 一種不曉得像是從中行為的對跟錯 到了最後發展出來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 獨立的這樣子的對錯的觀點 而在對錯的觀點當中 它會受到其他的一些因素的一些影響 例如像我個人的一些人格的特質 我們所屬的組織環境的一些結構化的因素 還有我們的組織文化 以及來自於我們所碰到的事情當中 它給一個事件當中的大小的程度來講 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 我們怎麼樣在碰到這樣倫理兩難決策的時候 去進行一個所謂的權衡和評估這樣子的動作 最後只能出來了我們的一個倫理或者不倫理的行為 請跳到下一頁 那一般來講在碰到像這樣的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並不見得會去選擇我們認為是對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會刻意地去做出來一些 我們自己覺得 我明明知道覺得是不對的 但是我還是選擇做下去了 那為什麼會像這樣子呢 在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第一個事情是來自於說 事實上我們本身的一個道德感 它本身是一個高度可塑性的 會不斷的改變的 我今天覺得是對的事情 搞不好明天我就覺得是錯的了 然後呢 這裡面來講 這邊就有三個實驗室在做像這樣子的東西 你幫我點一下那個第一個連結 點滑鼠右鍵 然後 這個可以連結過去嗎 幫我看一下 先點那個啟動編輯 點上面的啟動編輯 點一下滑鼠右鍵 右鍵有沒有一個 它裡面有沒有連結 畫一下你看 好像不是 所以連結沒有存進去 好 那 那沒關係我直接用講的 第一個研究 它在做的事情是來自於說是 電極的實驗 在電極的實驗當中 它的玩法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人 我是受測者 旁邊有另外一個人 他是 研究單位安排好的人 另外還有一個人 坐在隔壁的小房間裡面 然後呢 他們會告訴我說 旁邊那個人呢 他現在正在那邊接受這個實驗 我們這個實驗的重點是想知道說 正常的人 對於電極的耐受度 到底有多高 然後呢 並且我告訴你說 請你相信我 這個電量絕對不會什麼樣子 絕對不會造成致命 這類的狀況 然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那種 所謂的一個機器 可以把電量不斷的向上調高 從原先的 例如像是5伏特 10伏特 一路到200多伏特 或者500伏特 甚至1000伏特這樣子 然後旁邊 然後呢 在這個房間的人 聽得到另外實驗室房間的聲音 他只有那個聲音而已 然後呢 當他在撥下去的時候 當他開始在按住 先側第一個東西 5 5V 10V這樣上來的時候 旁邊的人可能本來從說 從沒有什麼反應 到逐漸開始有點小愛好 啊 哇 像這樣子的東西 當他到了大概200多的時候呢 那個人會開始出現一些尖叫的聲音 在那邊啊 受不了了 怎麼辦 放過我吧 之類的 然後呢 正常的情形之下 這個人聽到 你們如果聽到旁邊的人在尖叫的時候 你們的反應是什麼樣子 會覺得餘心不忍嗎 會是不是 好 這個人就告訴他說 你放心 你真的沒事 因為這個人是 這個 這個東西我們做了很久 那個人是假裝的 這樣告訴你 然後呢 這個被實驗的人 例如像我的話 他們的預期是來自於說 我有可能 會聽從這個人的指示 所以繼續按下去 那當然中間會有人說 我不玩了 對不對 他就會跟他說 如果你現在不玩之後 那麼這個實驗籌金 例如像是30美金的錢 你就拿不到囉 你就拿不到 之類的話 用這樣子的話 來跟這個人講 那一般的人來講 一方面會覺得說 我想拿那個籌金 對不對 因為做心理實驗 很多人是為了這個錢 再來事情是說 這個人都說他是專家了 講的應該沒事 就繼續按下去 旁邊的人就一路的尖叫 尖叫到最後突然斷席的聲音 斷了聲音之後呢 這個人還會再問他說 那現在怎麼辦 要不要繼續按 他就跟他說 都沒聲音就表示沒事 你繼續按下去就好 一直把這個幅度呢 調到一個正常人都覺得 不大可能的狀況 例如像500V 像這樣子的情形 好 那這就新的問題出來了 旁邊這個人 這個房間的人 到底被電的有多慘呢 答案是 他完全沒有被電到 因為那個人是被請來的配音員 正本在做配音之用的 在這個實驗當中 他們的結果 我如果印象沒錯的話是 75%的人 會聽從這個實驗者的指示 不斷的按下去 有25%的人 他勇敢的站起來說 不 這個東西我不做了 他利用像這樣子的實驗 告訴我們的事情是 來自於說是 我們對於什麼叫做 會不會對別人造成危險的 這個事情 很容易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 例如像太陽跟我們說服之後 就會改變我們的想法 第二個實驗叫做 史丹佛的一個監獄實驗 那這個監獄實驗到後來 被拍成一個電影 好像電影的名稱也叫做 史丹佛監獄實驗的樣子 最近 如果你上網查的話 應該是2010幾年的片子 有把這個改編成電影 那好 這個實驗當中 據傳說是 史丹佛的一個 心為科學家的一個大佬 這個人所開發出來的實驗 在這個實驗當中呢 他就找了一群人過來 跟這群人說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實驗 那麼 我幫你們關在一個監獄裡面 我們想知道 在納粹的時代當中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 這些去 怎麼講 幫納粹去管游泰人這些人 會犯下相這樣子的一種 滅族這樣子的罪 所以跟他們講完之後 就跟他說來 例如像 這個人你來當獄族喔 你也當獄族喔 你也當獄族喔 然後你就當犯人 當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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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犯人之類的 然後呢 我就會給他們下寫指示說 你要怎麼樣子來管獄族 然後呢 你要怎麼管犯人 然後這些獄族呢 根據實驗的講法來講 事情是說 當他接受到這些指示之後 因為大家本來都是一樣 都是學生而已 聽到這樣指示之後 他就開始覺得說 因為我現在是獄族 那我就應該怎樣 特別是說 讓他跟你講說 你現在要把那些 不聽你話的人 做些懲罰 之類的 他可能跟下面的人 下的指示事情是說 你們這些人 在這邊來講的時候 你就先假裝一下說 你們現在 被關在這邊有點不爽 說你想要換環境 他跟獄族講說 你要想辦法 就維持這個部分 不要動太多的東西 這樣的情境設計完之後 這些獄族 碰到了像這樣的 犯人的一些 一些比較不滿的聲音之後 就開始 出現了一些 做了一些基本的處置 組織完之後 當這些犯人 繼續有些不滿的聲音 出來的時候 這些獄族的手法 會越來越激烈 例如像可能本來只是 把門關起來 整在你放風的時間 接下來 飯也不給你吃了 甚至把犯人這樣抓出來 在那邊打一頓 就像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然後 在當時的實驗結論當中 他的結論是告訴我們說 透過像這樣子的實驗 我們可以知道 一個人 他的一個倫理觀 是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因為今天 當我給你一個獄族的角色的時候 你覺得逐漸的融入到這個情境裡面 就會越做越高興 那 這個實驗意思是在 行為科學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那種所謂的一個 倫理觀的一種 一個分析的基本的基準 然後呢 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到了大概 好像戲院2000年吧 你們知道有一種人 叫做科學史的專家 科學史的專家 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想去了解一下說 這些科學的東西 是怎麼樣的被發展出來的 所以呢 那個人就訪談了當年 做史丹佛實驗的人 其中有一個人 在那個研究紀錄上面 顯示的事情是說 他原先呢 是來自於說是 他是在那實驗當中 是一個 被列為是唯一的一個受不了 當他不斷的去 打那些犯人的時候 打他自己受不了 後來退出的人 他訪問那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跟他講說 其實也不是我們 刻意要打那個犯人啊 就是 原先那個實驗者跟我講說 叫我打那個犯人 叫我裝作打那個犯人 然後跟我說 你一定要記得喔 你一定要跟人家說 你打他受不了 所以你要退出這個實驗 或像這樣的一些發覺之後 他才發現說 原來當時那些細碼來講 本身是被設定好的 也就是 他實驗裡面所講的那些 犯人跟獄族之類的一些手法 事實上 那些經驗 事實上並不是真的 而是假的 是實驗者當中 所寫的劇本當中 所出來的那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了 後來的一個科學史上面的一個 大的一個醜聞 但anyway 這個東西還是變成 是我們現在的一個 在教科書當中的版本 那 利用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呢 好 有沒有人看到 知不知道昨天那個 香港發生什麼事情 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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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們覺得 做一個警察來講 對正常來講 我們的理解是來自於說 對一個警察而言 應該不大能夠隨便 對民眾來做開槍 對不對 可是 這裡面引發了一個 新的問題是 來自於說是 你們都這樣認為 那麼 為什麼香港警察 會做出像這樣子的事情呢 你們覺得 為什麼香港警察 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會對民眾開槍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意識是什麼樣子 他可能覺得 民眾對他有攻擊性 OK 他覺得民眾對他有攻擊性 所以就動手了 如果是我會猜是這樣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他可能覺得 他們在打擊犯罪 嗯 因為上面的 他們上司或是政府 都一直說 他們想想那些 參與者去暴民 嗯 他可能就是 被他們說服 然後覺得自己是在做正確 OK 如果你現在是警察 然後那個 你在總統府那邊 看到雷群死大學生 在那邊吵來吵去 甚至把行政院 跟立法院都 佔領下來了 你上面跟你說 這些人是暴民 這些學生是暴民 你一定要把他趕出去 保證我們這邊的安全 結果 那些 那些學生不可能離開 還把你推開 你會不會拿槍把他幹掉 嗯 上面跟你講 這是暴民喔 你不打掉他國家很丟臉 你會不會幹 那槍應該是不會 不過 我是覺得他們 做出 類似說 打 或是 傷害民眾選 就是 那槍應該是有點 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們來試著簡單的表決一下 類似像那樣子的例子 你今天是警察 然後 外面有一群民眾在抗議 並且 可能有一些例如像 可能有說 把一些店家砸掉之類的行為 然後這個時候 你的上面跟你說 我們要維持我們這個地方的繁榮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街景給除開來 然後 在這種情形之下 必要的時候 你可以動用任何的武力來 去保障你自己的安全 特別是像這樣子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會選擇開槍 去把群眾給趕開的人 可不可以按一下1 你不會的話 請你按下2 現在開始 在這個情形之下 在類似的情形之下 你會動手的 請你按1 不會的 請你按2 還有時間 來我們看一下結果 2的比較多 1的比較小 來我先問一下 1的人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1的人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還是 看到人數之後 覺得1很丟臉 就不肯講話了 開槍不一定要真的射到 對 所以開槍 他可以執行他的 他必須要做的動作 但他不一定真的要傷到人 OK 然後 我被對控 我也指的 我被對控 你不知道用槍打人很爽嗎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有一部電影叫做槍王 張國榮演的 張國榮第一次打上你之後 他就忍不住 繼續打人了 連打動物都沒有那種感覺 你不知道嗎 沒體驗過不知道 你下次要不要試試看 不行 好 就是2的人可可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2的人 好 好的 根據我們這樣調查來講 這個班級大部分的人都會說不要對不對 那我先問問 這問題出來了 你們跟香港警察 找的到底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為什麼香港警察 會這樣 會直接下了一個 你們都覺得 不應該下了決定 這個是我們現在好奇的問題 為什麼 是因為 香港警察比較笨 或者說 2 他們選進去的人 都是要比較 比較沒有人性的 或者是 3 有沒有其他各種可能的原因 使得這些香港警察 做的類似的事情 會有政府的壓力吧 因為他處在那個情況下 他一定要跟上面的人說的話 是 好 還有呢 是的 還有沒有其他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 雖然 我們班 就是很多人就是 不會想要去開箱 但 其實有些人如果他 摩天真的開了 那其他人就會看了說 欸有些人這樣做 那我這樣做好像也不會 有什麼鬥的意義 好 這裡面請他要投影片那邊 這裡面呢 其實回到我們今天 講的概念的時候 是可以提供出一些解釋的 首先 第一個 社會上面的一些力量來講 對於一個人的 什麼叫對跟錯的行為來講 影響是很大的 例如像 剛剛有人告訴我們說 可能上面的一些壓力 或者換過來說 好 我看到另外一點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秉持著 儲暴安良這樣子的診責 之類的等等 那樣子的話 不就涉及到 我們上禮拜談到過的一種 叫做 Moral Justify 這樣子的一種動作的出現 然後呢 第二個 很有趣的一個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 人的一些觀點來講 我們是可以不斷的去改變的 這些不斷的改變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出現的一種狀況 叫做說 慢慢的 才逐漸的 出現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 例如像是說好 一開始的時候 我可能只是 拿著盾牌把別人擋開 這時候 有人受傷之後 我覺得我只是在做 我該做的事情而已 接下來之後 當我今天曾經因為推倒別人 讓別人受傷之後 再來第二個動作 我拿棍子把別人打下去 驅趕的時候 可能對我來講 這並不是那麼難以跨越的難檻 當我可以把 因為這樣 用棍子把別人做驅趕的時候 讓別人受傷之後 接下來 我拿槍出來把別人嚇走的時候 對我而言 好像又不是太誇張的事情了 就這樣子 我們的人會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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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走到後面那個東西去 所以用一句比較白話題的講法來講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字眼 叫做Moral的那種 Moliberty 就是所謂的一個 倫理觀的可塑性 它的概念上面 事實上可以把它解讀成說 我們的人的下限 其實是無限的 人是可以不斷 人是可以做出各種 大家都不會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 一開始就要你做這樣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做不下手 但是隨著你 一點一點做下去之後 終究有一天 我們很有可能會覺得 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做的 這個觀點要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 什麼叫做Moral Credential Model呢 這裡面來講的事情是說 我們人是一種很有趣的動物 是來自於說 一方面 我們是希望我們是好人的 但另一方面來講 有時候做好人是要付出代價 我們會覺得有點痛 所以呢 人的另一個天性來講叫做說 我打死不吃虧 你可我負人 不要人負我 在這種情形 你只想會怎麼樣去 balance我的行為呢 好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根據這個理論的說法來講 例如像是 我今天找 假設我今天開車 開到高速公路 經過了一個休息站 我看到了一個 眼睛看不到 我看到他到得一個人 他在那邊吹笛子 然後想透過賣益的方式 來賺一點錢 這個時候我看到他之後 我覺得這個人很辛苦 我丟了一百塊給他 然後希望能夠幫助他的生活 接下來 接下來呢 我開車 來到了高雄 結果在馬路上面 不小心撞倒了一台摩托車 好 這個時候我碰到第一個因素 是來自於說 啊撞倒人了 我現在該怎麼辦 可是我有覺得說 這明明是個死三寶 自己衝出來害我撞到的 我到底要不要下車呢 這時候我突然想到 我剛才有做好事啊 我救助了那個人 所以這一次 就算我沒有停下來 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把腿就走 我就開著車就落跑了 等於說 我用我之前的一個 我的一個 我自己認為是好事的行為 來去合理化解釋 我有資格 現在來做點小的壞事了 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這個模型 所講到的一種 所謂的一個 是前面的一個 倫理相關的行為 會讓我覺得說 我後面來講 我可以做出一些 比較不好的事情 這叫做 所謂的一個 倫理信用這樣子的概念 這個部分來講 可不可以理解 道德信用這個部分 好 你們自己覺得 自己會不會發生 類似像這樣子的行為 當你做壞事的時候 會想說 其實我做過什麼好事 來安慰一下你自己 如果有的話 代表的事情是說 這個人的理論 這個描述來講 是有意義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也許這個人 講了這樣子的理論 是有問題的也不一定 好 第二個叫做 Moral的一個 resentment 這個部分 它所指的意思 是來自於說是好 我要怎麼講這個概念呢 好 就用最簡單的說法來看好了 每個人都知道作弊 每個人應該都會覺得說 作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麼班上可能也有人 也有人他都不作弊 可是這個時候呢 當你要作弊的時候 你就會在想一件事情 這個是明明是不好的事情啊 我幹嘛 我怎麼可以做這個事情呢 難道我真的要為了一個 讓我可以順利的pass 像這樣子的事情 就出賣我的原則嗎 甚至說更悲慘的事情是說 以前我看過我們班 我們班以前也會作弊嘛 那其實我對同學作弊 我一下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正常的行為 特別是那種功課不好的人 我覺得如果為了生存 做點壞事 沒有什麼不對嘛 可是我最瞧不起的是哪一種人呢 每次因為想當第一名 所以要作弊 那更悲慘的事情是說 我覺得最好笑的事情是說 不管你怎麼做 做得再凶 你還是作弊全班前兩名 這時候我就會覺得 連作弊都不會實在很丟臉 好 Anyway 但是在那情形之下的時候 總是有人不作弊對不對 那時候我要怎麼合理化我的問題呢 我可能會說 那些不作弊的人 是因為功課就是很好 我根本就不在乎啊 那我根本就沒有必要跟他們看齊 所以在這種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合理化我的狀況 等於說是 就是我們可能會看到某些尋規盜矩的人 讓我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們是例外的人 跟我們不一樣的 我們是一般的人而已 我有權去犯錯 我不要當聖人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告訴我說 這件錯的事情 是我可以做的 第三個呢 叫做所謂的一種 moral hypocrisy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其實在指的是 來自於說 我們對我們的每個人 都很容易有一種 是來自於說 指著別人的鼻子 去說 那樣做是不對的 例如像是說 好 我們在說 以香港警察那個歷史為例的時候 我可能會罵說 這些香港警察怎麼可以這樣拿著槍 看到有人走過來之後 就直接開槍把他打下去 可是我可能不會想到說 萬一我是他的話 我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一個 精神跟心理的成本 特別是我今天是香港警察 假設我今天真的是他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我才有同事 因為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被某些人打到了 然後受了重傷 而因此住院 那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會因此的嚇到 然後會有些那種 過激的反應等等 等於說是 我比較不會去想到別人 當事人當中 他可能要付出的一些代價 而我就此就說 那個人做的是錯的 那這種情形之下 是我每個人當中 都常常會犯的一些行為跟錯誤 好 請跳到下一頁 那 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 為了去 當我們今天去做到一些事情 是來自於說是 我刻意的去做出一些 不誠實 或者不好的行為的時候 我總要想這些方法 來說服我自己 所以這時候 我們才會用以下的一些手段 例如像是說 好,這不是我的責任 例如像 我是香港警察 我現在開槍打他 不是我的責任啊 因為是你自己 要破壞社會治安的 我作為警察來講 我的責任就是 要控制 要維持這個治安 或者是說 這上面來講 沒有什麼人會受傷害 當然 身上警察這個case 不能夠拿來駐槍這樣子的例子 但如果我說 是用金融風暴當例子的時候 或許我可以去解釋說 這是一種 沒有人會受傷這樣子的行為 或者是說 好,我是說 這個事情我做下去之後 事實上 並沒有人會因此而受傷害 例如像 我今天開的車子 我到了 嗯 好 我到了我家附近 那個三民市場那邊 然後呢 看到旁邊都沒有停車位之後 我就車子直接停在路邊 那你另外問我說 停在路邊不會擋到人嗎 我就說 其實不會呀 這邊還有一個空 你可以走過去喔 真的不會擋到人了 所以 都沒有人受傷的話 我怎麼停這邊不行 警察來這邊開過來 我就會說 你這警察 是強盜 沒事跟他搶民眾的錢 我就這樣 這種行為就是所謂的一種 否認有任何的受害者 存在這樣子的東西 那 這就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是來自於說是 我之前很多的人會說 為什麼路邊停車的人 總會把車停在中間 都不會覺得自己 妨害到別人嗎 我的答案是 根據這樣子的邏輯 他真的不會覺得自己 妨害到別人 他會覺得 你們一定都過得過去 如果你今天看不過去的話 是你自己的開車技術太差 不是我的錯 我在教你 訓練你的開車技術 聽得懂像這樣子的話嗎 他事實上 是在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解釋自己的行為的合理性 再來 你可能會訴求到一些 所謂的更高的一些 loyalty 也就像剛剛有人告訴我們說 我的責任是要遵從 所謂的一個特首的指揮 作為紀律部隊來講 我們不能夠有自己的一個主張 那或者是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幹之類的等等 像各位作弊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像這樣子的行為 反正大家都在做 今天我不做的話 等於白不做 或者是說 把這個東西認為 是我自己應得的一個權利等等 像這樣子的東西來合理化 好 再跳到下一頁 那 可是 在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 所謂的一個 呃 並不是我們刻意的 但是一定會產生出來的一些 不誠實的行為 那 這裡面就涉及到了一個 叫做bounded ethnicity 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之下的時候呢 其實這邊才的東西 並不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每次去發生 所謂的一個 一些所謂的一個 倫理判斷的時候 都是來自於對我們 一些個人利益 和實際上面對於社會當中的一些 倫理觀當中的一些掙扎 在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是因為說 很多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發生出來一些行為 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可能會忽略 我們可能會發現說 對於別人的某些那種 一開始的一些 初次的不倫理的行為當中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容忍 但逐漸的 在這個情形之下 這種逐漸的小問題的容忍當中 會比我們對於那種大的問題 一次的爆發來講 更容易去容忍 像這樣子的行為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過的那種 所謂的一個 一開始做小的措施 我們不會覺得是不對的 但做久了之後 我們就會逐漸的 做到了一個更大的措施 會比這樣的情形之下 會比我們說 一開始就做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來得更容易犯 像這樣子的錯誤 那我們就是在一種 所謂的一個 非刻意行進之下 發生的一個行為 跳到下一頁 那在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 很容易發生的狀況 就是來自於像這樣子 剛才我們提到過有一種 影響到我們對於對錯判斷的東西來講 是叫做 所謂的一個事件嚴重性 那事件嚴重性來講的時候 通常會有像以下的這些東西 例如像是 我跟受害者的距離 那麼對於這些 所謂的一個效果當中的一種 所謂的集中的程度 那或者是來自於說是 這個東西到底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等等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舉一個例子來看 所謂的一個 跟潛在的一個受害者之間的距離性 好 在座各位你覺得 你現在可以很輕易的 拿起槍 把一個人幹掉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都沒有嗎 好 那第二種情形我再問一下 如果今天 有一個強盜 要搶你的錢 然後呢刀子拿你的脖子上面 你旁邊突然摸到了一把槍 你覺得你會拿那個槍去打那個強盜子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喔好 來 那 我在想怎麼帶這個東西 好 為什麼在 那為什麼前面那時候來講的時候 你們覺得 叫你開槍打一個人 你不會 可是當你今天被搶擊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槍打他了 你們不會覺得這樣做得太過分了嗎 你被搶 你被搶 你會被搶走多少錢 他拿刀只是跟你講說 你把錢拿出來而已 所以你到底擔心的是來自於說是 你是讓那個身上所帶的錢 還是來自於你的生命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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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這時候看到的是來自於說 當我們自己的生命受威脅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做出一些本來不會做到的事情囉 那我再舉下一個例子來看他 正常的人不是都覺得說你不會開槍打人嗎 那如果今天你現在出現的狀況是來自於說 你坐在一個電動玩具前面 電動玩具是射擊的遊戲 在那邊到處射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拿那個槍去射電動玩具裡面的人 不會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你覺得這樣很殘忍 那再來我就要再問下一個問題了 那麼你覺得如果在打仗的時候 這些士兵 他因為開槍打死的人 心裡會不會內疚 你們覺得會是不是 所以 親自在戰場上面來講 打多了之後 可能會讓你對戰爭產生懷疑 是不是 好那我換一種情境好不好 如果現在的戰爭 我不是叫你拿著槍去外面打他 我叫你是 坐在 一個小房間裡面 好像打電動一樣 拿著那個無人機這樣子 咻下去 然後就炸彈射下去 後面就會啪一聲 然後呢 他們會有分數 告訴你說 現在命中率多少 這樣子的時候 你以後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讓你 會讓這樣子的話 當你做了這樣的事情之後 你覺得 會讓你覺得內疚嗎 可是你還是知道 會有人因為你這個虛弱嗎 喔對 所以你可能會內疚是不是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可能比較不會內疚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可能比較不會內疚 好 那我的梗就被破了 我直接講實話 因為本來的預期是來自於說是 在第二個階段當中 事實上 會有比較多的人 會願意做下開槍這樣子的手法 因為他看不到那一個 受害者 他感受不到 那個血肉被噴起來 那個感覺 他聽不到那個尖叫聲 使得 他們就會因此的喪失掉了 對與對跟錯的判斷 像這樣子的準則 那那個東西也是在解釋說 為什麼很多人覺得說 現在的戰爭越來越可怕 因為像現在的戰爭 用上次那個什麼 呃 幹掉IS的那個 手腦那個例子來看的時候 美國人怎麼打仗的 對於川普他們來講 這根本就像打電動一樣啊 我只坐在房間裡面 咻過去 哇我好厲害 那個人跟狗一樣爬來爬去 他就很興奮 可是當你真的把他拿槍打下去 看到一個人在跑的時候 你還會覺得他像狗一樣爬來爬去 你覺得很興奮嗎 對於很多人來講 可能會覺得 那個人好可憐 我下不了這個手 但是 當我是遠距的 像看電視這樣子的感覺的時候 我就不會有像這樣子的感覺了 所以用像這樣的例子來講 也可以解釋說 在座各位有沒有人喜歡看恐怖片的 有一部片叫《奪魂劇》有沒有人看過 有看過嗎 有 好 看《奪魂劇》看得很興奮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看得很興奮的 我說實話好不好 《奪魂劇》我從第一集看到最後一集 我看得超級興奮的 為什麼我覺得很興奮呢 因為 對於我來講 我那時候覺得說 哇 這個手超級聰明的 怎麼想得到這麼多奇怪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個人怎麼下這種愚蠢的決策之類的 可是 如果我是現場自己 做那樣子的動作的時候的人 我覺得我下不了手 可是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興奮 那為什麼會像這樣子呢 因為 我看不到那些受害者 誰對我可以有了一種 嗯 處於說客觀世界那樣子的幻覺 我覺得同樣的行為來講 會有一個不大一樣的感受 最多是來自於所謂的一個 unintentional的 unintentional的 honesty之下 可能發生的行為 好 看到下一頁 那 後面就是談到過說 好 在這裡面來講 作者當中覺得 我們可以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 我想剛剛那一組當中 他們做了很好的說明 這邊我就不再做 贅述的部分了 好 對於到這個章節為止的部分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可以理解的話 我 額外說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這樣直接問 對不起 來 這個 我們做調查好了 這個我們不要直接問 有些東西 不適合直接問的 我們用調查的 這樣比較不會丟臉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呃 剛才 你們 今天第五組報告 對不對 第五組同學報告的時候 你有認真聽的人請你按一 你根本就沒有 怎麼不再聽的人請你按二 對自己負責就好喔 我當然知道 因為現在的實驗當中 你並不需要揭露你自己真實的姓名 所以有可能你們會作假 但我希望你們盡量照你們自己的本意來做揭露 然後你們也不要太難過 沒有三 沒有三 你自己覺得有沒有認真聽 就這個問題而已 三 我沒有三 聽一段 換一段 聽一段換一段當作是二好了 就是聽不下去的 好 我們看一下結果 哈哈哈哈 好 不要笑喔 呃 這個現象我覺得在大部分的組別報告之下 好像都會發生 那我為什麼要提這個東西出來呢 因為我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 嗯 我們的大學部以前有那個所謂的 現在好像還有那個專題報告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現在當然辦得越來越 隨性是不是 你以前在專題報告的時候 你有在聽嗎 有啊 真的有在聽喔 真的 我以為只有我在聽欸 OK好 因為 我記得我在 我們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時候 我們辦得很盛大 那時候我們把它辦得 是來自於像是一個 類似像研討會那樣子的東西 有很多的session在那邊做 然後 我後來發現的事情是 那時候大學部的同學們 他們有蠻多的人是很認真在聽的 因為 時候也會在臉書上面提到他們的感想之類的 他們感想很多 那時候在講的東西是來自於說是 哇 怎麼想不到同學可以講出這麼複雜的東西 他還覺得自己的距離怎麼越來越大了 白白都是在念大學生之類的東西等等 那那個時候讓我感受到的事情是來自於說是 因為對我來講齁 我第一個反應是來自於說是 也的確是 第一 怎麼以前小大一的時候做報告都不知道在報什麼東西 現在上來講 居然至少都裝得有模有樣的 還蠻能夠唬住下面的人 而且還可以用很兇悍的方式把它答辯回去 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 從大一到大四可以改變這麼多 然後二呢 是來自於說讓我發現說 他們的確會在同學們會真的認真聽同學的報告 不像在以前小大一的時候做法都是 台上抱台上的 台下滑台 台下就滑自己的手機 台上的人呢 就默默地自己講自己的東西 中中沒看到下面的人 因為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 才不會覺得自己很哀傷 不知道為何而講 只有為老師而報告 那對於你們來講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會受像導讀這樣子的活動 我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說 我也很希望我們的 不管是大學部或是塑班的學生 可以逐漸地學會說 怎麼樣在有限的時間當中 把事情的重點講出來 而且是用別人聽得懂的方式 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這是我一直希望各位可以做到的 學會做像導讀的訓練 以及說二 我本來一直期盼的是 各位可以幫自己的同學捧捧場 請你稍微回憶一下 當你自己在上面的時候 努力地講的時候 下面都不理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難過 如果會的話 請你發揮一點團隊的精神 給上面的人一點點關愛的眼神 就算他們抱得再爛 也稍微給他一點關愛的眼神 而且更何況其實很多的主題 抱得並不爛 那提這個東西 希望說各位下一次 當你可以先試著 稍微聽一下上面的人在講什麼東西 給你們同學捧捧場 因為像這樣子的東西我覺得應該算是一種 大家可以彼此去互相幫助對方學習的部分 那如果這個班是有點 班級團級的氣氛的話 或許可以朝向這樣子來發展 那如果這個班你們覺得說 你們是各自為政 互相仇恨的話 那請你把我剛才所講的話 都暫時的刪除掉 因為我覺得 團結合作這個東西 在這個班上來講是不存在著的 既然這樣子的話 這個組織的變數 就已經影響到了你們該呈現的行為 就把它刪除掉吧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為止 那個現在是等待了 對 和現在的那些碗 我們在我覺得